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感谢在第五季中 陈芳老师的代班 我们第五季的节目 给大家献上了很多精彩的诗词节目 那么从我们第六季的节目开始 还是由我来主持 以希望小朋友能够踊跃地报名参加 来参加我们什么呢 就是诗词大世界中 人人来背诗这个环节 这个环节我觉得可以说是我们 诗词小课堂 中华大世界这节目里面 最棒的一个环节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 提高中文水平 而且来培养你的自信心 那我们的节目和上一季的安排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还分为天天一首诗 汉字小课堂 中华小故事 以及人人来背诗 其实在这个人人来背诗环节中 因为我们有大概 已经有几十位小朋友来背过诗了 很多小朋友或者家长觉得 我是不是要背的滚瓜烂熟 倒背如流才能够参加这个节目 完全不是的 只要你有信心 然后你觉得你是最棒的就可以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 最看重的是 大家能够踊跃参加 然后能够站在镜头前 把你表现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 这就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效果 那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讲第六季的第一首短诗 很短只有三句 是汉高祖刘邦所写的大风歌 大风歌 我记得好像在张艺谋拍的一部电影里边 也有过这个大风歌 那时候还是用陕西话叫 大风 大风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陕西话 那么这个原词就是大风歌 特别简单 我们来欣赏一下 为什么我们会讲这首短诗呢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纪念日 在1945年的9月2号 日本向盟军投降 那么在这个在东京湾的密苏礼号军舰上 举行了投降仪式 那么当时呢 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九个受降国代表呢 在这个大家的注视下呢 接受了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 那么这是中国近代史以来呢 反侵略历史上啊 第一次的全面胜利 基本上之前呢 我们都是挨揍的状态啊 了不起呢 就是揍得轻一点 基本上呢 都是挺惨的 那么这一次呢 是全面胜利 所以呢 这个之后的每年9月3号 就被确定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 那么在 为了这个在抗战中呢 做出了巨大贡献 甚至献出生命的人 我们要永远的记住他 而他们就是真正的勇士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勇士 镇守着故乡的四方土地 我们才能得以 有这样安宁幸福的生活 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呢 要向他们致敬 那好 我们来讲回啊 大风歌这首诗本身 大风歌呢 是在公元前 那是很早很早以前了啊 大概有好几千年了 公元前196年的时候呢 淮南王英部啊 起兵反汉 反汉朝 当时呢 汉高祖刘邦啊 亲自出征 他还是这个马上皇帝嘛 不甘寂寞 很快就击败了英部 而且把英部就给杀了 那么在 德胜回朝的途中 刘邦呢 做了一件事 干嘛呢 就是顺道啊 回了一趟自个儿的老家 他的老家呀 我们都知道啊 是江苏省的沛县 所以呢 刘邦呢 这个刘邦呢 大家有称他为沛宫 沛宫啊 说的就是他 因为他是 老家是沛县的 那么他回到老家之后呢 把以前的这个 这个朋友啊 他的尊长啊 晚辈啊 都给招呼来了啊 一起呢 喝了十几天酒 现在兄弟我发达了 成了这个天子 以前呢 我在这个乡里边啊 混日子的时候呢 也没少受你们的这个恩惠 这时候 你看我风光了啊 是吧 所以呢 要回来显摆一下 给这个父老乡亲们看看 说这个老刘家啊 出了一个天子 那么这一天呢 他喝酒啊 给喝多了 喝多了以后呢 其实那时候人呢 跟现在人有一毛病 喝多了以后 都喜欢唱歌啊 甭管平时敢不敢唱 平时唱得多难听 喝多了之后 都感特别大 刘邦也是这样 喝酒之后呢 一边积着柱 这个柱呢 就是古代的一种乐器 一边当当当 一边敲 一边呢 唱了一首 他即兴创作的歌 叫大风歌 这不是有这个枪手 或者有别人帮他代写的 然后他念出来 这是他即兴创作的 虽然说呢 这个里边的含义呢 并不很深 其实挺浅显的 大家一读呢 就明白了 但是这里边还真的有一股 这个帝王的这种霸气在里面 而且呢 他一边唱啊 还一边跳舞 这可多了啊 我们来简单解释一下 这首诗里边的一些个字 西 西 这是一个语气的柱词 相当于我们现在说 啊 是不是 现在我们很多人朗诵这个诗歌 都是开头的时候都会 啊 我的祖国啊 什么我的太阳之类的 西也是同样的意思 威 威就是威望权威 家 施加 就是把威望施加在天下四海 啊 海内 四海之内 我们经常说四海之内 皆兄弟就说天下都是一家人 中国的古人呢 认为天下呢 是一整块大陆啊 然后呢 四周呢 有大海环绕 而海外呢 就是非常荒蛮神秘 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安德 就是怎样得到 安 是哪里 怎样的意思 安德 就是我怎么能够得到 勇士 守四方 守 守护 保卫 四方呢 就是指 天下 就是指 国家 所以这首诗翻译起来呢 也很简单 是这样的 大风强劲啊 吹起浮云四处飞扬 我统一天下 建立霸业 如今 易锦 还乡 怎样 才能得到真正的勇士 为国家 镇守四方 镇守四方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大风歌 刘邦 大风起兮 云飞扬 威家海内兮 归故乡 安德 蒙士兮 守四方 好 今天呢 我们的一天一首诗 先到这儿 这是我们第六集的第一首诗 小朋友呢 一定要把它记住啊 那么 请您继续锁定中华电视网 关注十字大世界 我们休息一下 然后呢 很快回来 会由小璐老师为您带上的 汉字小课堂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一季的 诗词大世界 我是小璐 希望在这一季里 我们和大家一起学习更多 有趣的汉字 那么今天我们和子菲老师 学习了一首 汉高祖刘邦写的 《大风歌》 这首《大风歌》呢 虽然只有三句 但是啊 却能让人感受到 非常的有气势 它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作品是汉高祖刘邦 在打了胜仗之后啊 他《衣锦还乡》的时候写的 所以说啊 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这种 非常饱满的喜悦之情 那么就连描写周边的环境啊 都是特别的配合 烘托出了一种 一种得胜归来的气势 就像第一句写的 大风起夕 云飞扬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汉字啊 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阳字 先来看阳的写法 阳呢 是左右结构的一个汉字 它的左边是一个提手旁 右边的写法呢 是横折折弯钩 再加上两个撇 那么阳啊 这个右半部分 在一些其他的字里边 也经常有出现 比如说啊 我们如果把左边 这个提手旁 换成了木字旁 就成为了羊树的羊 那么如果啊 把左边换成三点水旁 就变成了汤汤水水的汤 那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羊呢 左边是提手旁 我们来猜一下 它和什么有关系呢 其实小朋友可以猜得到啊 一般这个偏旁 和它的字意是有联系的 所以说提手旁 我们就可以猜它和手部的动作 是有关系的 那么右边呢 羊的右半部分 在古汉语的写法上 其实啊 上面是一个日字 那么我们如果把提手旁 再加上羊这个古汉语的写法 结合在一起就能够看出 它古时候的意思 组合在一起啊 就是说用手将玉石高高的举起 透过阳光来看这样的一层本意 所以说啊 流传至今 那么这个提手旁的羊字 它的意思啊 既有动作上举起手的意味 当然也有在空气中传播的这样的一层意思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组几个词 让大家来加深一下对羊字的印象 首先如果我们取这个向上举起的这一层意思 我们可以组词羊手 什么时候需要羊手呢 比如说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啊 在他视察的时候会羊手致意 那么这里啊 说到的也就是这个国家领导人 抬起手和大家来致意打招呼 另外呢 我们不仅啊 可以举起手羊起手 那么还可以啊 羊起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羊帆远航 这里边羊起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里边啊 羊起和举起的是船的帆 所以说啊 这个竖起了这个船帆 我们就叫做羊帆 这样呢 才可以有风 才可以有动力 才可以起航 驶向远方 所以就叫做羊帆远航 那么另外啊 羊在其中 可以组成另外的一个成语 这个成语叫做羊眉土气 在说这个成语的时候 小鹿也羊了一下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么这里羊起的是眉毛 那么一般眉毛 羊起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时候啊 是特别骄傲的时候 是不是 同时还要往外吐气 为什么又要羊眉 又要吐气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般来说啊 说的是可能被什么事情 给压抑了很久 那么终于获得了成功 或者说啊 这个取得了别人的认可 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啊 就有一系列的这个表情和动作上的变化 比如说羊眉 比如说土气 所以说啊 我们就用羊眉土气来表达 当人啊 这个经过了压抑的阶段 终于大功告成的这种骄傲的神情 那么再给大家打个比方 让大家来更深刻的了解 什么时候可以羊眉土气 比如说古代的时候啊 如果这个有一家家庭 他们家里面特别的穷 但是家里的孩子啊 特别的争气 考取了状元 状元是什么 状元就是古时候考试 获得了第一名 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啊 说这个孩子 真是为这个贫苦的家庭啊 羊眉土气了 那么除此之外啊 羊 这个字其实它还有 往上往外传播的意思 比如说我们可以说 羊水 就把水羊出去 就是把水给泼出去的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另外 羊啊 还可以指飘羊的意思 什么时候我们会说 什么东西飘羊呢 非常典型的 有一个例子就是 旗帜可以飘羊 比如说 红旗飘羊 那么这里边的羊啊 也是我们今天学到的 提手旁的这个羊字 那么如果啊 我们把空中飘羊的 这个意思 再来引申一下 那么羊呢 还有称颂传播的意思 给大家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啊 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 都很喜欢一个词 这个词啊 叫做表羊 表羊是什么意思 我相信很多的小朋友 既然喜欢 当然知道表羊是什么意思 就是啊 当小朋友们做得很好 很棒的时候 就会得到家长 长辈和老师们的表扬 那么另外啊 如果一个人做了大事业 变得非常的有名 大到这个名声 都大到海外啊 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声了 那么这个时候 有一个成语就叫做 羊名海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人啊 他的名字 都已经飘到海内外去了 这里边啊 我们就叫做 羊名海外 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 学习了提手旁的这个羊字 在这里啊 鼓励一下大家 如果小朋友 希望得到表羊的话 那么就可以多多 练习这个字怎么写 并且啊 用它来组组词 如果这个表羊的羊字 你用的特别好 特别对 我相信你的爸爸妈妈 家里的长辈 都会更多的表扬你的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我们汉字小课堂的 全部内容 稍后我们来休息一下 一起来听子妃老师 跟大家来分享 中华小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动和 acting 偶 谢谢观看